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是 使用QuickLook展示照片 QuickLook可以帮你省下很多时间 它可以让你在不需要开启任何应用程式的情况下 浏览你想要看的文件 让我在这边教你怎么借由QuickLook 以换灯片的方式来展示复数照片 我在这个文件中有些相片 我可以轻松地点选它们 然后按下空白键来开启QuickLook 或是点选位于工具列选单上面的QuickLook图示 要是你按下滑鼠右键 你会发现这边也有QuickLook 也就是快速查看的选单供点选 要是我先将这些相片全选 然后按下快捷键Option 你会发现QuickLook的图示改变了 要是我维持在这样的状态下启动QuickLook 这些相片会自动以全萤幕的方式播放 而且自动更换到下一张 也就是投影片模式 要是你想要离开投影片模式 你可以按下ESC键 或是右边的X 想了解更多丰富的内容 欢迎造访CMAC 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